这是一座派江文海山水相依的城市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福州的历史很长 早在五千多年前 新世纪时代晚期的潭石山文化 在这里剥下了文明的火种 两千二百多年前 敏月王吴珠在这里建成 福州的名字很多 秦汉时期这里叫做野城 唐代又因城北一座福山而改名福州 到了宋朝 拍手张伯玉提成种植榕树 满城绿阴碧日 树不张盖 因此又有了荣城的美城 福州还有着囊括了半部中国近代史的 三方七象 曾经万商云集的上下行 就是石管林立 洋行遍布的烟台山 展现近代中国 先进科技 高等教育 工业制造等 丰硕成果的马尾传承 每一处名胜古迹都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宝库 每一段关于历史的故事都在演绎着前世传奇 福州的秘密很多 太平洋岛国的土著为什么要到潭池山寻根温族 开源自的铁佛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 南宋王朝的最后一座皇宫 为什么要建在林浦 烟台山是什么时候登顶 世界上最大的插岗 从现在开始 请跟随我们的探秘小组 一起品味福州历史 解读城市密码 敏中有城 自也成史 福州在秦汉时期的名字就叫做野城 公元前2022年 汉高祖复立吴株为敏越王 都城设在东野 历史学家认为 东野也就是野城 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野城城旨位于福州平山东南路的野山一带 早在春秋战国年间 中国古代铸剑彼祖欧野子 就在野山的欧野池畔 催祸铸剑 打造出中国第一把铁剑 古代福州为什么叫做野城 当时的冶炼技术 又能达到什么水平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一尊大铁佛那里找到答案 在福州市中心古楼区 有一座著名古寺 名叫开元寺 福州开元寺始建于南朝梁太清二年 也就是公元548年 出名大云寺 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南朝梁太清二年 看 销梁古叉 这还真是有历史啊 南朝484 多少楼在烟雨中 有学问 这个寺庙是福州最古老的 里面有全国之最的一尊铁佛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第一把这幅堆脸念一遍 古佛由来接铁汉 南枢但越是金身 一般来说 古代的佛像都是金身 象征着尊重 专业和威仪 2016年 开元寺建寺1500周年 这座铁佛也在这一年重新贴了金身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模样 那么 为什么说开元寺的铁佛 是全国保存最好 最大的古代铸建之一 也是迄今发现的 古代最大的铸铁佛像啊 这尊大佛通高5.95米 头径1.45米 由于铁佛的莲花座与佛全身 都是用古铁铸造的 深内空 头中石 估算重量在52吨 我有一个问题 我不觉得这是最大的铁佛 我出国很多很多地方 雷山大佛高71米 也有日本的莲山大佛高13米 都比这个大很多 那这个不可比 因为热山大佛 它是在大自然的石头中刻出来的 而日本的莲山大佛 它是用铜来铸造的 而这个开元寺的铁佛 它是用铁来铸造出来的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铁来铸造这么大的佛 这在当时还是黑科技的 开元寺的铁佛用铁铸造的原因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古代人认为铁的寿命特别长 开元寺这座铁佛是阿弥陀佛 而阿弥陀佛的含义就是无两光无两寿 所以用铁铸造特别合适 另一种说法是 在古代福建铜矿资源比较稀缺 而铁矿却相对比较丰富 所以就地取材 用铁铸造了这孙大佛 更何况我们福建的链铁的技术水平 在古代特别的高 所以就用铁来铸造这个铁佛 古代福州真的是一个冶炼中心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新殿冶城旧址 发现了一座战国晚期炼铁炉 即炉基 逃犯 铁渣等 这座冶铁炉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炼铁炉考古证据之一 说明铁月王吴朱已经开始用商铁制造兵器 战斗力十分强悍 所以吴朱随朱侯反秦 左流帮攻向羽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西汉建立以后 吴朱被正式册封为敏月王 都城设在东野 也就是现在的福州 据史书记载 汉初的诸侯各个诸侯国里 只有敏月国国都称野 这说明敏月国首先掌握了先进的人工野铁术 所以以后才能铸造出这样的大佛 那么当年开元寺铁佛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准了呢? 十三年前 开元寺举办了第二届铁佛研讨会 专家们从大铁佛身上去下一块铸铁样本 交给福州大学材料学院的唐殿教授 随后唐殿教授和他的学生对样本进行了金像检测 并将结果与现代的铁碳合金像图做对比分析 其结果超出了他们的预判 金像的检测结果让我们非常吃惊 为什么我们发现它的组织是共金来尸体组织 共金点的温度是最佳的容租温度 它的流动性好 它的铸造的容解的温度低 这非常适合于制作这个艺术类的这一类的组织 古人在这一千多年前 它就制造出这种最佳的这个容金成本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吃惊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哇 福州人太厉害 哑巴 在古代把这么大的铁佛做好 才搬到这里 公起来 真是太不容易了 这五十几吨铁佛是在这里住好的 它不是搬来的 因为按照当时的技术 还很难从远处搬来 在历史上 有关开源寺这尊铁佛的传说很多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 仅是通言中的一回 晶阳宫 铁树镇腰 它讲的是一位得道高人和蛟龙缠斗的故事 里面是这么描写的 真君登高山 绝顶已望 见妖际一道 隐隐在福州城开源寺井中喷出 乃为弟子曰 焦经已入在井中矣 遂至其寺中 用铁佛一坐置于井上压之 其铁佛至今犹在 福州有一个民间传说 就是旅神陈进姑和白舌经大战的时候 白舌经不敌 被远远地正要在 开源寺铁佛坐下的水井之中 在新阳宫铁树镇腰和陈进姑 大战白舌经两个民间传说中 都提到了铁佛坐下 有一口水井 这口水井真实存在吗 还真有这口井 在前几年维修开源寺的过程中 工程人员发现 在铁佛底座的正下方 有一口枯井 那这口井里到底有没有 蛟龙白舌经这样的残骸呢 那倒没有 这口井证明了 这尊的铁佛就是在这里 原地铸造而成的 铁佛坐下为何藏着水井呢 去专家考证 这和铁佛铸造的工艺有关 这个工艺叫蜡柱法 蜡柱法是先在胶柱地点 挖一口深井 然后在井旁用三河土 塑成佛像模型 等它干燥后 涂上几寸厚的牛油和黄辣等待凝固 再在上面雕刻佛像 然后涂上用泥土碳末调成的细泥浆 一层又一层涂到几寸厚为止 这样就形成了三河土 油辣 碳泥浆等三层的壳 等到内外通体都干透变硬的时候 用火在壳外面烘烤 中层的油辣 预热融化流入水井中 中间一层就变成虚空了 然后再在塑像四周堆砌土山 在山上设置熔铁炉 把熔铁注入模型虚空那层 熔铁凝固后 一尊精美的佛像就铸成了 铁佛是什么年代铸造的呢 目前专家持两种观点 一种是认为铸于宋代 因为根据史料记载 在清朝顺治年间的时候 重建铁佛殿 在佛座下找到一座银塔 上面提有 宋元峰奎正月初一日历的字样 所以有人认为 铁佛是于宋代元峰六年 也就是大约公元1083年之前 铸造的 铁佛铸造的时间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在塔末五拜师国时间铸造的 公元738年 唐玄宗招令天下 出州各建一寺 以年后开元为名 已是开元盛世 所以龙兴寺改名开元寺 被纳入了皇家寺院 到了唐末五代十国时期 敏王王沈之非常信佛 开元寺也升级成了护国寺 哇 开元寺 原来是这么不错 那还是有这种好事 难怪王沈之爷爷 放到这个前国 肯定是有道理的 据史料记者 当时开明王王沈之 确实建造了不少的火象 当时敏国有一个叫律师大夫 黄涛作了一本书 叫做《战六金生碑》 这本书 这本书记载着 我公月天佑三年 并以秋七月遗筹 祝金铜像衣 战佑六尺之高 说明当时在建造这个土像的时候 天佑三年 就是九百零六年 战佑六尺之高 按现在的计量单位换算过来 与现在的铁佛高度是差不多 王沈之为什么要建造这个铁佛 铁佛又有哪一些玄机 我们一起来走一走 去看看 找一找 这背上好像有一块颜色比较浅 有一个四方形 难道里面有洞 这四方形里面 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2005年 开元寺举办了千年巨型铁佛 考古学术研讨会 当年专家们对大铁佛 观察研究得非常仔细 福州大学材料研究所所长 唐殿教授 也近距离接近观察了这尊大铁佛 他发现 大铁佛背面有一处颜色 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后来用手轻敲 感觉其他地方是金属质感 而此处听到了木质的声音 再细看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乾坤 大家商量之后 确定要将那个小洞打开 才能探究下一步的秘密 因为这尊大佛是保护文物 有关部门考虑再三 终于答应了这个要求 小洞打开后 专家们对该佛像进行内窥观测 发现大佛的内部存在一处异常构造 对大佛这个内窥观测 这个谭殿教授 发现大佛的佛墙中存在一个突出的柱块构件 你们看 这是他们绘制的这个大佛背试跟断面示意图 这个突出的柱块结构就在这边 它像一个方形的柱子 像一个手臂 教授 这个中间方形柱子是用于内部加固吗 根据这个谭殿教授说 从不太像 这个方柱呢 它仅仅跟腹枪呢 筑结在一起的 它上也不顶天啊 这个下也不接地 不仅在构造上 起不到任何的支撑作用呢 而且方柱出现在这个腹枪的右侧 这还破坏了对症 所以影响了这个大佛的责告平衡 那古代人为什么要塞这个方柱 到大佛的独自里呢 是不是太多余了 其实啊 从这个筑造角度看啊 它这一块这个方柱啊 它是属于多余的这个构造物 另外呢 谭殿的研究团队啊 他仔细观察了这个表面的设置感 发现这个方柱呢 这个腐蚀程度啊 它比较深 与周围的筑片啊 它明显的不协调 从筑造工艺来看呢 它与周围的筑片 不是同时焦筑完成的 而应该是先筑造这个方块 然后在焦筑体围的时候呢 这个筑接到右边这个筑块上了 这块方柱重量大概有1.5吨 1.5吨 你们看 它这个增加了材料发挥 增大了模具的制作难度 从这个筑造的这个工程角度看啊 它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么铁佛内部突出的筑块结构 究竟是什么呢 为破解谜团 唐殿教授和他的团队 开始查阅八敏通知 三山志 荣城考古记 荣城记文等相关古记文献 以及佛教年表 佛教照相 福州开元寺志等资料 最终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黄涛所著的 杖六金深碑中 有了惊人的发现 敏王管省之 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呢 看到一件 一个大佛 这个大佛对王省之 发了一个誓言说 断于一臂 为之一方 敏王 王省之听了以后 非常感动 因此就召集群臣 记忆 要制作 一座类似的大佛 当大佛交注出来以后 请王省之 查看 敏王 李悦之 乃于梦中一类 其情仪大小 长短 无稍差 其中更有一句话是说 其一臂 功以之别注而会 这句话很明显就是 先注了一个断壁 然后呢 又把它最后 合注在整个大佛体内 铁佛内部突出的 柱块结构 竟然是一支断壁 那么 为什么要把这支断壁 放在铁佛肚子里呢 因为佛教信仰里面 对断壁有故事 在古代这个慧可大师 要向达摩大师求法的时候 这个达摩 他没有理他 那慧可就断自己之壁 呈现给这个达摩 达摩看到以后很感动 所以就传话给他 所以他表达的 彰显的是一种诚恳 跟虔诚 过去啊 我们看那个记载啊 说铁佛有一支断壁啊 我们都不知道 他的玄机在哪里 还以为是后人 把他补散了 这个供人家去拜的 那么从唐殿教授 这个研究这里面发现 我们才知道 他这个断壁啊 是一种象征 古代文字记载 跟古代文物相验证的 相共存的这种情况 也是非常罕见的 开源师这尊铁佛 藏有这么多的秘密 我相信来来往往 从这里经过的人 都会默念铁佛 门前的这幅对联 古佛由来接铁汉 仿佛但悦是今生 这更像一句长语暗藏分析 那云云众生慢慢地去藏物 去体会吧 来吧 我来吧 我来说 不要啊 好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